北极熊妈妈 北极熊是陆地上最庞大的食肉动物 它们的毛是白色而捎带淡黄色 但它的皮肤是黑色的 白色的毛发、黑色的皮肤有助于吸收热量 这是保暖的好方法 布兰奇,我们等了这么久 在这里真的会拍到北极熊吗? 一定会等到的 这里可是北极熊的活动区域 但是如果北极熊真的出现了 那我们可得小心一点 要知道它们可是非常厉害的 只要它那熊掌在人身上碰一下 人就像苍蝇似的被拍死 你放心好了 怎么说我也是猎人出身 隐藏自己可是我的强项 太棒了 要知道这些照片可是要给动物画报做封面的 如果真的被选上 那可是会得到一笔不少的稿费呢 那我们也别太冒险了 我们又没有带枪 你说什么 就算带了枪 我们也不能打它们 按照动物保护法 如果你伤害了它们的话 可是要判刑的 啊 是吗 那为什么还有北极熊的皮毛制品出售呢 而且价格还非常昂贵 那些都是一些不法商人 储高价请猎人来猎杀北极熊的 所以才会在黑市里面 有买卖北极熊毛制品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哎呀 布兰奇 你看 那头熊站起来了 这个镜头 真是太棒了 人类 这里有人类 刚才那个闪光是猎枪吗 哎 他看到我们怎么转身就跑呢 要知道 北极熊可是这里的霸主 难道他还怕我们 是的 前些年有很多拖猎的人 来这里猎杀北极熊 我想 这头熊一定是见过手拿猎枪的猎人 所以才会有所顾虑的 嗯 这头北极熊是一位母亲 他看到人类出现在这里后 急匆匆地赶回了家 在那里还有两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熊 他们需要母亲的保护 妈妈回来了 今天妈妈回来得可真早啊 妈妈你今天给我们带回来什么好东西吃呢 孩子们 你们今后可不要乱跑了 我刚才在这里看到了人类 妈妈 人类比我们还大吗 他们很厉害吗 是啊 妈妈 在这里大家都怕我们 难道人类不怕我们吗 人类原本并不强大 但是他们手里的武器很厉害 可以轻易地杀死我们 所以你们一定不要让人类发现你们 嗯 小北极熊一天天地长大 他们的食量也是越来越大 因此北极熊妈妈每天需要捕获大量的食物 来喂养他们并填饱自己的肚子 你们很快就能自己捕捉食物了 只是最近这里的食物越来越少 妈妈我还没吃饱哦 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吗 是啊妈妈我也没有吃饱哦 孩子们今天天色已经有些晚了 再出去捕食有点来不及了 妈妈答应你们明天一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食物 嗯 妈妈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捕猎好不好 我也要去 妈妈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哈哈 等你们再长大一点吧 妈妈答应你们 等你们再长大一点 我就带你们一起去捕猎 布兰奇拍摄的北极熊照片 果然入选成为了杂志封面 你们知道吗 布兰奇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 那头北极熊真的非常大 也非常漂亮 它的毛皮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真是太美了 朋友 你真的见过这头熊吗 当然了 当时我就在旁边呢 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 哦 好吧 老实对你说吧 我是一位皮毛商人 有位客户出很多钱 要收购一张北极熊的毛皮 而照片上的这头大熊 非常符合我客户的要求 你能带我们去捕猎那头熊吗 那我也实话对你说吧 我就是一位猎人 如果我捕获到这头北极熊的话 你愿意出什么价钱来买 那真是太好了 你开个价吧 不过你可不能用猎枪啊 北极熊的皮毛如果被破坏了 那价值可就大打折扣了 你放心好了 我可以用下毒的肉耳来对付他 你这样做不怎么专业呀 要知道如果在他的血液里 检测出毒素的话 你可难逃法律的制裁呀 嗯 不能用枪又不能下毒 这可难办了 不会的 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吧 你用竹条 小三只两头尖锐的竹弓 然后把富有弹性的竹弓折成U型 插进新鲜的海豹肉里 然后冰冻起来 哦 我明白了 如果北极熊吞下了这块海豹肉的话 那海豹肉就会在他的肚子里渐渐融化 而肉里的竹弓顺势崩直 尖锐的两头将会刺破他的胃 这样一来 他就必死无疑了 而且身上也不会出现弹孔 血液里也无法检测出毒素 这真是太完美了 没错 就是这样的 唉 有了这个方法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巴特按照皮毛商人提供的方法 冰冻了一块里面藏有尖锐竹片的海豹肉 他将这块肉丢在北极熊经常出没的冰原上 然后藏在冰堆后面等待着北极熊的到来 妈妈 我好饿啊 我们已经好多天没吃一顿饱饭了 是啊 妈妈 你赶快带我们一起出去找吃的吧 好吧 今天你们跟我一起出去找食物吧 最近 这一带的食物真是很匮乏 要想捕猎到一头 能让我们全家饱餐一顿的猎物 实在太难了 肚子好饿啊 怎么都找不到食物啊 妈妈 你看 那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块肉 妈妈 那里有一块肉耶 上次 就是在这里看到了人类 这块肉 这块肉会不会是人类布下的陷阱呢 妈妈 我们快过去看看 那是不是一块肉吧 我先过去看看 你们别过去 让我先去看一看 你们俩就躲在那个冰冻里 我没叫你们 你们可不能出来哦 好吧 妈妈 我们在那里等你 妈妈 你可要小心一点啊 这的确是一块海豹肉 但这里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块海豹肉呢 真的有些奇怪 快吃掉它 吃掉它呀 冻得好硬啊 这种冻肉 孩子们根本没有办法吃 饥饿的北极熊妈妈 一口将那块冰冻的海豹肉 吞到了肚子里 吞下那块肉后 它坐了下来 想休息一下 来消化消化肚子里的肉 太棒了 终于吃下去了 啊 有人类躲在那里 就在这个时候 北极熊妈妈 突然感觉到肚子痛 揪心的痛 因为竹刺 已经从冰冻的海豹肉里头 融化开了 好痛 痛死我了 这是怎么回事 那块海豹肉里 究竟有什么 怎么样 北极熊 你的毛皮属于我了 这一次我可发财了 痛啊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妈 你快站起来啊 哦 还有两个小家伙在那里啊 今天运气可真好 搞不好还能逮到一只活的呢 快走 快离开这里 妈妈 妈妈 听妈妈的话 快离开这里 还想跑 你们跑得了吗 天哪 他竟然还能站起来 不要 不要过来啊 救命啊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呀 这头熊 怎么这么重 救命啊 巴特 被北极熊妈妈的身体 牢牢地压住 无法挣脱 半个小时后 这头北极熊妈妈 和巴特一起被冻成了冰块 妈妈 妈妈 动物的亲情是如此的伟大 即便到最后的那一刻 也是想要保护着自己的小孩的 这边 感谢观看